文林娜 我们游民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主播高双双 新闻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到的就是疫情的消息了 周林乡崇德村家族群聚持续扩大 那么继14号三月大男婴确诊 15号一岁大表姐也没有逃过 经过PCR裁检后确诊 那么当地多个家族间群聚传播已经扩增 有53个人隔离 那么县长徐珍威也再次叮咛 千万不要再群聚 华林县卫生局局长朱雷翰表示 休林乡崇德村13195 当地40多岁妇人 14号确诊 她平时在家中帮忙带很多小孩 继三月大男婴儿确诊之后 她带了一岁大卫生女案13304 也先告确诊 血CT值25.1传播力强 女童父母亲叙述6月初曾出现皮诊 有带到诊所去看诊 但治疗无效 平常都在祖父母以及外祖母家里 相关匡列隔离共计53人 她其实活动力还蛮大的 那因为个案在描述她的活动的时候 有的时候不是那么记得清楚 因此我们就以个案 她的这个手机号码 去跟中央调了她的所谓的这个足迹 因此各位可以看到 从9月5月29号到6月8号 她走了很多的地方 195这个个案在崇德被确诊之后 我们就在崇德设了所谓的快塞站 那因此她在6月12号早上 那去我们的崇德快塞站那边 做这个 做快塞 然后做快塞之后呢 然后发现她是阳性 此年制的 这个足迹上才可以找到这些地方 那所以也让我们乡亲知道 其实我们每到一个地方 执行十年制是非常重要的 那对于未来 我们在足迹的追踪上 是比较有方便 那所以这些大概是 她这整个个案的 过程是如此 所以她在6月14号被确诊 6月13号在崇德集会所 做筛检 那筛检之后呢 发现到是阳性 那因此我们到这个 部列花园医院 做PCR採检 那确诊 她是个个案是阳性 CT值是25.1 那因为个案其实就是孩子 她白天都是在 这个祖父母家 或是外祖父母家里面 那晚上呢 都会回到自己的家里面 现在许先生表示 在地年日快塞 9867人 针对感应热气也加强快塞 两天之内就塞出了1028人 要尽快的将潜在的确诊者 救出来 才有效隔绝疫情的扩散 发现第一类医事人员将在 6月18号全书注射完毕 16号开始 针对90岁以上长者 4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 施打 热情的普遍 需要交通接送 可以向社会处理联洽 并且会专车再往医护站来进行施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